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和各位分享一下 NVIDIA显卡的驱动如何简洁的安装 我用的是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现在的最新版本是1.1.0 也就是1.1版本 我之前用过这个软件的1.0版本 安装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了 感觉运行起来还是挺稳定的 我只安装了显卡玩游戏的那部分的驱动 其他的都没有安装 那么这个教程就是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获得这个软件如何使用 我觉得挺有价值的 所以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进入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回头放到屏幕上 这个网址不用翻墙也可以打开 然后下载这个软件点击这个按钮 它的最新版本是1.1 11月4号的2019年 下载之后就一个软件 软件打开之后是这个界面 它可以检测的到 我当前的响卡是GTX 10606G 当前的驱动是440.97 64位 当前硬件最佳驱动是441.12 比我现在的440.97 要更高一些 默认选择第一个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有很多选项 默认勾选的第一个 而且是必选的 这是显示驱动 像下边的物理引擎 HDMI的声音驱动 还有很多这些我都没有安装 只安装这个驱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这次我还是只安装这一项 然后点击下一步 它会先下载 下载之后再安装 现在是下载阶段 现在正在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点击这个安装按钮 我这个显示器的分辨率是 21-9的 2560乘以1080 但是用那个分辨率的话 这些字会特别的小 我把它放大了150% 文字能看清 但是有一些图片可能会有点虚 有点模糊 点击同意并继续 下一步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关闭了这个窗口 用这个软件下载的NV驱动 那个文件就会被删掉 作为临时文件会被移除 在安装显卡驱动的过程中 录屏软件 崩溃了 现在是重新启用了录屏 现在安装完成 点击关闭 然后再点击关闭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看一下 现在 显卡的驱动版本 系统信息 现在是441.12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但是 世界上一个 正格是2010年 这就是421 或是2012年